三亚放宽限购 扶着买房鼓励落户的抢人大战 能打动你吗? 这几天,海南三亚放宽外省户籍购房限制的消息 在网上转的是沸沸扬扬 说是只要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在三亚工作缴纳社保和个税满一年的外地人 就可以在海南购买一套房 听懂财经在三亚市政府官网12345服务热线栏目上 也确实看到了这样的官方表述 在这之前,外地人要想在三亚买房 需要满足社保和个税满五年的要求 海南的部分地区需要满两年 根据一居研究院的统计 2019年上半年 房地产投资占到海南全省GDP的21.2% 占到三亚GDP的35.2% 昆明的政策是 大学生刚毕业就可以落户 租房住的外地人社保满三年也可以落户